中國一大水南校區前一百公尺路段 耗製燈上設置限速三十公里標誌 七機車行進路口都急忙減速慢行 因為一不小心油門催太大力 可能就會收到罰單 罰單上寫限速三十公里 機車時速七十三公里 整整超過門檻數值四十三公里 嚴重超速 限速三十的話確實是有點過分 不用那麼慢嘛 就是要注意一下就好 取地超速現場就在台中北屯 中國一水南校區前 介於新平路與經貿路之間這一段 2021年11月發生死亡車禍 說二女學生被捲入砂石車輪下悲劇 後來相關單位經過會刊 決定降速乘三十公里 試圖降低意外發生機率 但也有人質疑 只是超速真的會罰到一萬兩千元 這麼重嗎 或許是多了一個零 但2023年6月30號新法上路 超速罰還比例更新 超速四十公里至六十公里區間 小行車機車罰一萬兩千元到一萬八千元 大行車最高可罰兩萬四千元 超速六十至八十公里 機車小行車可罰一萬六千元到兩萬四千元 大行車最高可到三萬六千元 如果超速八十公里以上 不管大小汽機車統一開罰三萬六千元 新法上路原本時速超過六十公里 下車為四十公里 要扣汽車牌照六個月 並對駕駛人予以祭典 一旦違規超過速限數值四十公里以上 就算危險駕駛 用路人若要避免荷包失血 上路時就得遵循速限 才能安全駕駛 相信我們另外一隻 謝雲珍台中採訪報道